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在湖南一阳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件 一辆小车连撞14辆车 肇事司机还一度想劫持人质逃窜 最终他被制服 包括肇事司机本人在内的14名伤员已经得到救治 11月1号下午5点左右 一辆车牌号为香A N2598的黑色丰田锐质轿车 在湖南一阳市桃花轮路口碰撞一名行人后逃跑 沿途撞坏8辆轿车6辆摩托车电瓶车商级14人 其中也包括肇事者本人 那边有三四辆小车 那里一排都是摩托车口的边边 全部是那个车开的好快的 湖南一阳市交警支队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组织疏导交通将伤员送往医院就职 并向指挥中心报告 指挥中心立即调度警力拦截肇事车辆 这辆汽车就是被肇事者撞坏的八辆汽车中的一辆 据目击者称 肇事者驾驶黑色丰田轿车连撞了几辆车之后 由于汽车受损严重不得不停在路边 随后他突然从车中拿出一把水果刀 威胁附近一辆小车的女司机驾车带他离开 在一阳市三医院 记者看到了当时受到胁迫的王女士 她头上缠着纱布正在接受民警调查 在这家医院记者还见到了与肇事者搏斗过的曾鸣 他在搏斗中被刀砍上了美骨 据初步调查 赵氏司机名叫刘建林 今年44岁 是临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刘建林一位警方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拘 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案情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